为什么王一博会成为众多大牌的选择 他可是王一博啊 作为Z时代的佼佼者 时尚表现力呢 堪称是一流的 香奈儿都能够为他莫力官宣品牌代言 足以见得王一博的魅力所在了 王一博呢 是娱乐圈中全能的艺人 唱歌 电视剧 电影 街舞 滑板 金剧 甚至连开挖掘机都不在话下 除了香奈儿 号称羽庸服中的爱马仕 法国顶级品牌蒙克莱 首次官宣的品牌全球担任 为王一博 只能说明一点啊 他的影响力呢 是越来越代表了中国艺人的实力和魅力 而王一博的时尚之路 不愧是独树一次的时尚宠儿了 封面呢 是一刊接一刊 更是成为了国内时尚五大刊的金酒封面人物 是时尚圈中公认含金量最高的 这是对于明星时尚资源和商业价值的一个肯定 金酒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怨愤 王一博登峰的杂志呢 是时尚cosmo 值得一提的是 他是连续三年包揽了时尚cosmo的重要封面 20年的首灯开季 21年的二灯周年庆 22年就能拿下了金酒 这可是杂志封面是个重要月份 王一博一人就独揽了三次 且不说啊 五大女刊的金酒封面 王一博是唯一的男星 还曾是独苗 可见是不一般的存在了 相加少年 高奢丑儿 三年为月华赚了十个亿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 无疑是回报率最高的